大家好呀,我是小米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代武侠传奇三少爷的故事 燕十三,这是一个江湖中让人闻风丧胆的名字 他在生死边缘舞出惊天底气鬼神的绝命十三剑 他行走江湖二世载,未逢敌手 可纵是如此,世人心中天下第一的剑客 仍然是神剑山庄的三少爷,剑神谢小枫 燕十三始终活在三少爷的威名之下 所以现在的燕十三,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跟三少爷一决高下 他想知道谁才是天下第一剑客 于是燕十三之身一人前往神剑山庄 可是神剑山庄一行,令燕十三绝望了 因为三少爷已死,他再无对手 燕十三一下失去了人生目标 更何况燕十三此时身患绝症,命不久矣 于是已经了无牵挂的燕十三买下一块墓地,开启了等死的日子 再说燕十三墓地山下的苦海镇上有一个万春楼 而这万春楼里有一个窝囊的伙计名叫阿吉 阿吉长得高,也还算结实,但是人好似缺了一根弦 既不懂得贪财,也不懂得好色 可是阿吉倒也不傻,至少她看得出来 万春楼里这些风尘女子其实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 都是被生活所迫或被奸人所害 不得已才到这样的地方讨生活 尤其是小丽,虽然小丽经常主动懒客抢生意 但是阿吉知道这个女子尤为可怜 这天万春楼来了两个江湖上的客人 可是两个标情大汉买了春却不想结账 这一单是小丽的活 老板手下的伙计们都拦不住客人 钱估计要打水漂 此时愣头愣脑的阿吉拦住了两个江湖人士 二人也是凶狠的汉匪 马上掏出刀子捅了阿吉一刀 可是阿吉闻丝未动 江湖人有点来劲了 连着再捅两刀,阿吉还是闻丝未动 这下江湖人有点怕了 撞着胆又捅了一刀,阿吉还是闻丝未动 两人知道自己惹了狠角色 赶紧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 灰溜溜的跑了 阿吉算是为万春楼立了功 尤其是小丽,对阿吉的帮忙是感激不尽 要知道万春楼是有背景的 大老板是天尊手下的小跟班 现在阿吉算是被大组织看上的人才 老板娘直言要提拔阿吉 可是当阿吉得到这个消息时 马上开溜 他根本无心权利财富 更不想参与进江湖组织 出来后的阿吉偶遇了挑分工大傻 这个大傻是个老好人 见阿吉是个无依无靠的可怜人 便收他为挑分工小弟 虽然挑分工是个苦差事 但是这群穷人汇聚在一起 并没有因贫穷而苦恼 反而自有一种快乐的生活情操 阿吉看到这些人的生活 明显有些惊讶 也有些羡慕 那是他从未有过的感觉 这里没有尔虞我诈 更没有江湖纷争 这不正是阿吉想要的 简单快乐的生活吗 巧合的是大傻的妹妹居然就是小丽 原来小丽那么努力的付出 都是为了家人能够生存下去 现在小丽回来了 因为她已经还清了万春楼的债务 并且还攒下了一些银两 她梦想着买一块地 和哥哥还有母亲一起种地 过上普通人的好日子 可是万春楼可不会轻易放过小丽 这天在库海镇上 万春楼的杀手们拦出了小丽和阿吉一家 他们想强行把小丽抓回去 好在这群强大的恶行被路过此地的燕石三撞见 杀退了杀手们 但是这些杀手中间也有一个见过世面的人 前有燕石三 后有三少爷 早就吓破了胆 他认得燕石三 更认得神剑山庄的三少爷 那就是阿吉 当然燕石三以及库海镇的老百姓 都不认识什么三少爷 老百姓看到燕石三帮了他们 纷纷来到墓地感谢这位大侠 还恳求燕石三收阿吉为徒 阿吉有心退出江湖 当然不肯学什么武功 而燕石三表面上不想搭理这些穷鬼 但是心里却想 这辈子好像还没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 燕石三突然有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用余生来做好人好事 于是燕石三提着剑来到万春楼 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个万春楼给团灭了 当然也杀死了大老板 大老板的死讯传到了库海镇上 老百姓比过年还高兴 小镇的老百姓那是彻夜狂欢 放烟火庆祝 最一幕 无论是燕石三还是三少爷都为之欣慰 燕石三也看出来了 阿吉看起来带头愣的 其实是有武功底子的 再说阿吉是个好人 而且自己也快死了 不能让自创的剑法失传 于是不管阿吉愿意不愿意就收了这个徒弟 一口气把自己的剑法传授给了阿吉 阿吉也看出来燕石三的剑法果然精妙绝伦 可刚交万剑 燕石三肠子都毁清了 因为三少爷就是阿吉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再说万春楼的幕后大boss 就是天尊慕容秋迪 更是三少爷谢小枫的未婚妻 但当初三少爷在和慕容秋迪的大婚上逃走 使他成了江湖人的笑柄 因爱生恨 慕容秋迪变得越来越极端疯狂 他要报复 在夜幕的笼罩下 天尊的魔鬼军团把苦海阵涂了城 三少爷还险些被暗算 还好燕石三及时出手相救 可是整个苦海阵却被烧成了灰 漂亮的小丽也被烧成丑八怪 只生一口气 而另一边天尊杀到神剑山庄 面对慕容秋迪强大的攻势 神剑山庄渐渐不敌 族人退到了最后的机关之内 只要开启机关 族人就再也出不来 为了保存最后的尊严 他们宁愿就这样将自己活埋 关键时刻 燕石三和三少爷赶来 三少爷确实不想再杀人 但是在燕石三的点拨下 他搞清楚了一件事 打架不一定要杀人 把对手打趴下也是可以的 于是一群妖魔鬼怪 都被三少爷挑断了手筋脚筋 而那位阴暗深恨的慕容秋迪 也意外重剑而亡 此番事了 便是燕石三和三少爷的终极决斗了 其实两人在短短消失的两三日里 臭味相投 已经称得上是一对好兄弟 燕石三死前 就想和三少爷这样的高手切磋一下 作为最好的朋友 三少爷也是英雄新英雄 为了公平起见 三少爷开战前 把自己的剑法传授给了燕石三 如此一来 二人都知道对方的优劣事 两人打斗起来 果然非同反响 两人的剑法如同疾风暴雨 雷光电闪 只见两人穿梭在寒光剑影中 朝朝利落 渐渐锋芒 最终燕石三终不敌三少爷 在满足中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后来三少爷带着小丽 行驶在夕阳膝下的乡间小道上 江湖子骨多纷扰 而今仗剑走天涯 三少爷带着燕石三的剑 重出江湖 我是爱想故事的小米 咱们下期再见